民众党主席柯文哲出席自家 宜兰党部在地活动 又被问到高宏安设谈案 我猜他心情很乱 我也很乱 我到半夜才发弹给他 即前一天称高宏安没有贪污意图 攻击金制度不是他发明 隔天再为爱将暴区 脸书写下民众党是新的政党 从没进过立法院 高宏安也是政治素人 更称当时自己忙于台北市政 对于立院运作不清楚 更质疑从众量刑是否能展现 司法公平正义 一番话让民进党新北市议员 卓冠廷忍不住吐槽 柯文哲的意思是没当过立委 所以不知道不能贪污吗 律师也反击贪污最基本刑期 就是七年 利用职务榨取财务 他就是七年以上尤其徒刑 高宏安的部分量刑并没有从众 柯文哲在这边法盲家庭 而回顾时任台北市长柯文哲 当年对贪污深恶痛绝 如今也被翻出金句打脸 对比柯文哲前后说法 似乎出现两套标准 而黄国昌只以文字低调声明 连结是政治人物基本要求 指使高宏安上诉拼清白 至于2018年 曾主张贪污公职与政党应该连作罚 政党应处犯罪所得的罚还 系统性涉贪要进行给你做 这本来就是我们一向的主张 至于民众党对于接下来新竹选情 也曾沙盘推演 传出柯文哲鼠意黄国昌结棒 谁讲的 高宏安涉贪案让民众党陷入第一气压 恐怕也让柯文哲一个头两个大 三岁和睦哲长一小组